大家好 我是珊珊 那很開心這一次官方給我這個機會 能夠挑戰這一次的神秘關卡 那首先第一關呢 他會自動幫我們把技能全部跳起來 那這邊第二關我的神秘剛好做的三個可以做消除 所以我就把銀溪開下去 然後接下來就是盡量能做全體都做全體 做一次帶走這樣子 第三關的部分他怪的話他是強化盾 所以我在第二關已經先做好了全化珠 那這樣可以直接一波帶走 第四關的部分 他會生小怪 所以這邊我選擇帶巨蟹 直接把他炸掉 省掉一回合的攻擊 那再做一波的攻擊 就直接把他帶走了 第五關的部分他是獸類盾 那因為我這邊沒有帶獸類 所以我選擇用艾德 以事物被攻把他解決 那第六關的部分他是一個拼圖盾 那我這邊是先看好之後做一波攻擊 因為基本上 眼鏡開下去其實不用擔心會有缺按住的狀況 黃昏的部分他是風化珠 那我最後剩傳承沒有開 我就直接把他傳承開下去 直接一波就帶走啦 傷害而且這次算得剛剛好喔 以上謝謝大家的觀賞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